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离商破晓 那么今天破晓给大家来讲一讲 咱们新剧本同盟委任记的这个东西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可以看到啊 我们进入这个同盟之后呢 在招降完名将可以点击这里的名将 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可以委任一些重臣啊 比如说内政重臣啊 这个征伐重臣啊 然后征伐重臣啊 这种的对吧 然后他是有一定特技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盟啊 我们这个尹川盟 然后看到这个委任特技 比如灌溉 对吧 囤田获得资源产量提升15% 这个全盟生效的效果还是非常强势的 固守住守的时候立刻回复伤兵 并且这个中立城市受到伤害降低2% 以及这个劝降对吧 在军阅台两阁之内交战的话呢 可以这个击杀敌方部分的这个阅兵 然后可以招降就非常的舒服啊 对非常的舒服 非常舒服 那么这就是同盟委任记 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剧本中有非常多的名将啊 在非常多的名将 比如说可以看到名将鹿 有非常多的名将 然后看到他的特技 除了个人特技和个人指令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同盟特技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同盟特技 效果还是非常的强势的 比如说我们目前最强的角色 吕布啊 他自带的这个同盟特技叫做催城 直接提升9%的工程值 这个提升可是非常恐怖的 在日后的这个工程啊 工程中 那么有了这个吕布的加持之后 效果会变得更加强大 不过吕布需要打下洛阳才能 那么其他的 比如说像关羽的劝降 对吧 然后这周瑜的灌溉 屯田资源提升啊 比如说张脚的张脚是劝降 然后这个啊 张辽的固守对吧 可以回复伤兵 以及后面的鱼籍降座啊 剑层剑消耗降低 对吧 有很多很多啊 什么副攻啊 这个补给啊 就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特技 那么在我们打下一些 特别重要的一些角色之后呢 我可以获得他的同盟特技 然后给同盟装上去 然后可以看到啊 除去这些催催城之外啊 很多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像是这种啊 降座对吧 可以提升这个消耗 可以降低消耗就很舒服 这样子的话 这个同盟成员们 他这个发育的时候 会变得非常的非常的短 然后提前啊 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升级上去 不过这个消耗降低6%啊 他毕竟不是S级属性 所以说效果会偏差一点 但是这个S级属性呢 就很厉害了 比如说这个甘妮张合的这个 亮望塔附近两个这个交战 我军全体获得速度 并且获得攻心和倒戈 这就很强了 所以说我们在打一下一些特定的角色之后呢 就可以获得他的这个属性啊 非常的强势 比如说纵容夫人这个点龙 全资源产量提升6% 这个的加成对于同盟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有了这些名将的加持之后呢 我们这个同盟特技啊 可以提升整体同盟的一个实力 不论是攻击 比如说攻击类型的 对吧 这个固守 或者是这个内阵类型的灌溉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旦获得这些同盟特技 这个同盟的整体强度会提升一个小等级 还是挺不错的 在名色中呢 也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角色可以进行一些委任 在委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啊 使用这个同盟特技来获得他的一些加成效果 这个加成效果确实是啊 之前的赛季也没有的一个特技 因为他这个加成效果确实很猛啊 很猛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我们在下期视频呢 霍小贵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这个个人啊 个人的这个特性以及指令的这件事情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